本地害虫管理公司将加入国家环境局推出的环境服务业转型蓝图 借助科技促进业务自动化 当局也将检讨和加强这个行业员工的执照申请 环境级血缘部长马尚高上午出席害虫管理业论坛时表示 害虫管理业者和员工必须不断创新 以适应日益变化的环境 并通过使用新技术来提高生产力 与这种组织的组织 商人们将能够能够正在清洗 货物管理和货物管理的服务 以更加的效益和生存 NAA将来年年轻力研究研究 以支持这种组织的组织 现在我们的困难就是人手短缺的问题 我们是没有办法招进更年轻一代的员工来服务 我们一定要有那种新科技来吸引更多的年轻人进来我们的行业 环境局也计划今年下半年在购物中心展开试验 由商场聘请环境卫生人员来协助保障公共卫生 目前只有建筑业有类似计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